今天還不冷啊 這幾天氣溫有一些波動 今天喝了不少牛奶 喝完之後肚子有些不舒服 其實華人可能不太適合喝牛奶 這個飲食結構跟西人不一樣 鬼比老兩口老人味越來越濃了 我記得幾年前剛來這的時候還沒有老人味 這七年多他們也老了 是一種甜絲絲的這種嗆人的氣味 很恐怖 而且他們總場們很變態 所以我現在都不太敢出屋 一出屋就聞到一股老人味 滿客廳滿餐廳全是老人味真恐怖 其實 人如果說能夠中老的話都會有這個老人味吧 我過去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個律師同學他提出來想做老人院這個行業 我還挺佩服他覺得我可能受不了這種 我是能不與別人接觸就盡量不與別人接觸 比如說是老人就是年輕人我也不想接觸 覺得人和人之間會傳播好多病毒 包括跟別人握手我都覺得是很不情願的事情 昨天 感覺頭髮實在太長了太癢了 就直接在我的屋裡拿著一個最大洗衣盆 然後低著頭坐在凳子上 拿著電腿剪把頭部剃出了 感覺 這個電腿剪還不是那麼 剃得太乾淨啊 後來研究一下 因為這第一次用那個 新買的電腿剪 發現他的 左側有一個小斑頭 可以咔咔調 可以調那個 兩個尺的距離 原來他默認的是 就是剃圖頭 對吧 他也會留 比如說兩毫米或者三毫米啊 跟之前用的那個 菲利普那個電腿剪不一樣 之前那個固定的 所以剃完頭呢 就是 頭髮就是貼著歌全吊 這個呢 好像看起來更專業 他有幾個檔位嘛 而且 他在盒裡有那種塑料的定位器 但是我懶得用那種啊 我的腦袋也 智商也不太功用 所以就直接咔咔咔 不用定位器 也直接把它剃了得了 又把鬍子也刮了 感覺 頭髮和鬍子留點腸還不錯 還不錯 感覺很清爽 之後 然後又趕緊洗頭 感覺好多了 所以我還是不太適合留長頭髮 長頭髮對我來說 是一種折磨啊 這邊是綠燈 還算是挺熱呢 秋天了 但是這邊 也並不是很涼啊 今天吃了一些河粉 昨天是 今天啊 蒸了兩碎薄米 完了喝牛奶 又吃了一些甘藍莓 又吃了幾個蘋果 雞胸肉 還吃啥了 現在肌力不好了 又吃了一塊雞胸肉 但是不敢吃太多肉了 他膽固醇高啊 這邊照明不太好 紅燈 有綠燈了 這邊上走吧 黑色亮光 昨天替完光頭 洗完頭 一看國內是晚上9點多一點點 就 給我父母 給我媽媽微信視頻 已經睡覺了 我說哎 怎麼這麼黑呀 我說媽媽怎麼這麼黑呀 他說媽媽怎麼這麼黑呀 他說她已經睡覺了 已經到博士了 我說那晚上看手機 你打著燈 要不然把眼睛看壞了 也就說了兩三分鐘 然後我姐打電話 我媽說你姐來電話了 我說行 那你接我姐電話吧 我就再見了 其實 對父母其實一直惦記著啊 二寶呢也好久沒有他的 消息啊 我跟大寶昨天說 我說 前幾天可能是你媽媽的生日啊 結果大寶今天又問說 今天是媽媽的生日 Oh excuse me 我說前兩天是吧 然後大寶昨天說 好像家裡都 不怎麼過生日啊 有的家庭對生日比較重視 有的家庭好像 不過生日啊 一般是老人和小孩 對生日比較看重 反正大寶的生日 我每次我都記得 她媽媽那生日有的時候記得 有的時候就忘了 今天呢是過後我才想起來 我說啊 我跟大寶說一聲啊 大寶現在也是成年人了 很多她的生活也都自己去決定了 也不跟我交流什麼了 好像跟我就沒什麼關係了 哈哈哈哈 那人就是嘛 第一看時間久了 就變得可有可無了 紅燈 昨天還有今天看一個視頻 是德國一個妹子啊 長男挺好看啊 只是身材比較壯碩 她嫁給一個華人 是這個德國妹子 在德國學漢語 她本來想學日語 但是沒有好的日語老師 她就在德國學漢語 然後結果跟這個 來自中國的小夥子認識了 這個小夥子教他漢語 他教這個小夥子德語 這個小夥子在中國是回族 就跟這個女孩說 我是中國人 我是回族 是穆斯林 這個女孩很感興趣 哎中國還有穆斯林呢 這樣的就產生興趣了 兩個人慢慢就搞對象了 又結婚了 之後常年在中國生活 哎這個妹子 她的漢語說得不錯 大眼睛很可愛啊 筷子用的也很靈活 挺可愛的 德國人說中文啊 確實有一些老外 學漢語學的很不錯 一些老外學的很不錯 挺有意思啊 就是她那個大體格 有點看著有點怪怪的感覺 啊 小蝦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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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酭球 這個 我早來聊天 我們是產品 rates 谢谢大家